哈囉大家好我是Shura 最近呢 ViewSonic 出了一款新的液晶手寫顯示器 ID-1330 那等一下我會實際畫一張圖 操作一些軟體幫大家分析 這塊繪圖螢幕它的有缺點 OK Let's go 一開始我會打抄稿 快速的測試一下筆感 還有精準度 再來我會到3D軟體裡面搭進 然後跑一下不同的軟體和功能 最後回到Photoshop做合成還有精修 每個工具都試看看測一下流暢度 總之我就是把我的工作流程跑一次 實際的做了一張作品 然後測試一下繪圖板它的一些性能 那先來講一下它的規格好了 它的螢幕尺寸是13.3吋 解析度為4HD 數位筆有8192接筆壓 解析度為5080 那對創作者來說 筆感應該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實際用下來我覺得它的觸感 真的很像在紙上畫的感覺 這點很不錯 筆件的精準度也很高 軟體的UI都可以準確選到 但筆稍微有點輕啦 我自己是喜歡再重一點的筆 那左側有一些按鈕可以自訂快捷鍵 像是放大、縮小、Ctrl、Z之類的 提高工作效率 線材的部分會有三條線 分別是單一條Type-C 然後HDMI加USB 以及USB-A to Type-C 如果你是有Type-C孔的筆墊 只需要接單一的Type-C線就好 那我覺得桌墊的線材 如果可以再簡化 會更方便 畢竟誰都不希望桌上 有一條線對吧 用下來我覺得它的筆感很不錯 操控性也很棒 可以推薦給初學者 或是輕度使用者來使用 實際體驗下來確實不錯 以一款繪圖螢幕來說 我覺得是合格的 而且它確實有一些特別突出的地方 重量也不到1公斤 只有815克 這比同價位的其他繪圖螢幕來的厲害 而且不只是畫圖 像如果你有開會、會議紀錄 現場教學、筆記的習慣 或是需求的話 它也都拍得上用場 好啦 今天這一集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Churah 我們下次見 掰掰